这种反装 供已生不及明天 留下云在手心 没一起 并且这一段迹 休要 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不到的 因为我看画心 幸福 获利器 好啊 随便你 如果受伤了 还会过来找你的 你不用受伤也可以来找我啊 我是说 你不定要等到受伤的时候才可以来找我的吗 我送你 好可爱啊 有一只小狗 它好小 好可爱啊 你看 你干嘛 你怕狗啊 你骗人 你怕狗 你干什么啊 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左二爷 竟然会怕一只小狗 谁说我怕狗啊 五指嫌得脏二爷 快把他扔了 你长得这么可爱 那位没有良心的大哥哥竟然要把你扔了 扔了你可以啊 不如 就扔到你怀里吧 容金秀 你要干什么 离我远一点 来啊 扔了他 来啊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你过来啊 扔了他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养他 养他 对啊 看他这么小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 多可怜啊 更何况他吃也吃不了多少东西 我还养得起 这房子这么大 他陪陪我多好啊 你说给他取什么名字好啊 你疯了吧 不行 这是我家 你管得着吗 我刚看你跑起来像一匹小马一样 我叫你小马哥好不好 小马哥 小马哥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小马哥 你喜欢啊 真好我也喜欢啊 小马哥 嗯 小马哥 怎么了 小马哥 把球哥 快 把这衣服拿去烧了 阿姨 我们终于查到了 锦绣姑娘的真实身份 说 我们的人顺着线索 一直查到了镇江 锦绣姑娘 原来是镇江名医 容清远的女儿 容清远 对 还不止如此 在重阳间那天 容家一夜之间惨遭面闻 容府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这个案子在镇江当地 是远近皆知的悬案 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重阳间那天去镇江求药 找的就是容清远 没想到我刚走他就死了 盈灯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一直在骗你 我真的在骗你 不是我 我 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一直都在骗你 我听人说 你要是愿意骗一个人 说明你对他是有感觉的 你要愿意骗我 你就一直骗我吧 可是你这样 难道你是不喜欢我了吗 你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你 我不想隐瞒你 你没看我最近的脸色 有点苍白吗 你怎么了 不是 明冬你怎么了 医生说 我可能还有最后一个月的寿命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娘身体一直都不好 怀我的时候 我爹让她不要生下我 可是她坚持把我生下来了 就是没过几年 她就走了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面 她就想天天跟我爹在一起 可是我爹实在是太忙了 都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但是我娘不怪我爹 她说 她知道我爹心里一直都有她 你懂我很幸运 我能够在你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天天陪着你 你有什么愿望我替你完成 你要见什么人 我都可以帮你叫过来啊 你给我走啊 你给我走 走啊 不 你不要这样吗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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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 你给我离开 你不是很听我话的吗 我错了 我只要你不敢我走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你跟你给我走 我不想看到你 英东 英雄一个人哪 要不要我陪你喝酒啊 没心情啊 哼 小二少 沈爺有请 向盈东 你要的合约 我亲手签好 恭恭敬敬送到你们相家 你臭小子 到现在还没给我们家孟孟一个交代 你以为我沈静荣吃素的 谁让你们家孟孟那么凤人呢 你 你居然敢说我们家孟孟 孟是多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 要不是因为你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已经跟她说 我得病快要死了 她还是缠着我 你让我怎么办 好 孟孟 对不起啊 没关系的 英东 你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 其实第一次在大明湖 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我不相信那么优秀的男孩 会喜欢那么乏味的我 可是人总是有梦想的 你就是我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 我可以飞蛾扑火 不惜一切代价 当我跟你来上海 见到我爹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事 但是我不在乎 孟孟 我 我 我就是个骗子 所以 所以 真的对不起啊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 我不想听到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喜欢一个人和不喜欢一个人 都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你为什么 要装生病来骗我呢 你知道 你知道当我听到你生病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多难受吗 我知道 我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真的没那意思 或许我们真的没有缘分 颖冬 你放心 我不会再纠缠你的 这只是一个梦 梦醒了 我就应该回到自己的生活 努力地去忘记 我也祝你 早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爹 我回济南了 我以后会好好听话 再也不会随便来上海了 没事 真的没事 你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你想回济南 就回济南 只要你喜欢 爹怎样都行 爹 路上小心 走 臭小子 答应过我 可你还是让梦莽伤透了些 这笔账 回头地找你算 哥 哥 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错了 你怎么进来的 窗户没关好 我等了你很久 等不起就自己进来了 下次你能不能先把它关起来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狗啊 你刚才去哪了 我去 你不要喧兵夺卓啊 这里是我家 我去哪里还有跟你报告是不是 吃啊 饿了吧 薄薄饼 好好吃啊 你 慢点吃 又没人跟你抢 这个婆婆饼你从哪里买的啊 你管我从哪里买的 好吃就行了 我记得只有 镇江的姚家婆婆饼 里面才会包白芝麻和橘皮 这味道我从小吃到大 不会错的 是不是镇江有那么重要吗 你喜欢就行了 我记得就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一次我喜欢吃婆婆饼 你怎么就记得这么清楚啊 每次吃着这个婆婆饼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家里的事情 我记得以前 我父亲出去的时候 回来都会买给我吃 还有我娘也会嫁给我吃 来 来 好了 吃就吃吧 哭什么呢 谢谢你 想哭就放开哭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如果想家了 就回家看看 我可以帮你安排传票 我不可以回家 我不可以回家 你不知道我家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不敢回去 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 家乡毕竟是家乡 无论再见那件事情 早晚有问题要去面对 与其这样 不如早点剪开心情 我会让你再给你 我可以回家 我会给你 你再给你 我帮你 我会给你 你再给你 我来 你再给你 去哪里啊 震惊 半小时后开船 我等会还要上班 我已经找人替你请好假了 每个人好尽度胜缘 放下回忆紧紧的告别 直到花脸又遇见 你知道吗 该面对的 迟早都有面对 走啊 怕什么 杨大你的地方 难道会吃得你不成 我想我自己过去 你在这里等我就可以了 爹 娘 我一直没有回来 其实是自己心里害怕 我不敢再面对这一切 总觉得一切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有一天 梦醒了 爹娘就会回到我身边 把东西给我吧 你告诉我 这块表的主人是谁 他们杀了我全家人 我要知道他们是谁 对不起 我只是受人之托拿这块表 除了表以外 其他事情我都不知道 有人来了 搜 谁敢自然你别看 做什么 不 你 我的 baby 我是你 你 我 我没有 虽然留在了山岸 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出 杀害你们的凶手 如果你们在天有灵 求你们为我指一条命路 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为了什么 告诉我你的爹娘都死光了 让我掉两滴眼泪给你看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但是你爹啊 容锦绣 告诉我 从我娘死的被一刻开始 我和你容家就没有一点关系了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容明珠这个人 有的只是我 殷明珠 我绝对不会认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妹妹 拿着这些钱给我滚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滚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讨厌你 只要一看到你 我就想到所有不开心的日子 所有痛苦的回忆 我已经尽量离你们容家很远了 你为什么阴魂不散的来缠着我 你想要干什么 想像过去一样 毁掉我的生活 送梦 我走到今天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多少败价 所以 我绝对有能力让你痛不欲生 不愿意 您不用担心了 我找到了明珠姐姐 她现在已经是大上海 赫赫有名的女人 住着大大的房子 还有很多人伺候她 您别怕 明珠姐姐不是不肯认我 她只是心里 还没有打开当年的节 我一定会努力的 让明珠姐姐和我相认 到时 我再带着她 一起回来看你们 看着她 能力是过今生 契议该变了世界 不变的是谁的诺言 有些人 只能够 怀念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那该多好啊 锦绣 还真是你啊 我早就看见你了 就是不敢认 刘叔 真是世事难料啊 谁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你说容老爷容夫人 这么好的人 这怎么就这怎么 过去这么久了 你也节哀 刘叔 您有什么话 您直说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后来程老九叔 你们家出事的那天 他看见一群人 好像不是镇上的人 会不会是他们放的火啊 不过他整天颠三倒四的 可能说的也是红话 九叔现在人在哪儿啊 他这个毒鬼还能去哪儿啊 肯定在毒场里泡着 退去的 来来来 开点 它来了 しな cul 成真是 来来找 吉人 Memorial 大大大大开 好 尚尚尬 随来来来来 你费呀我们 还来来 快点 得算文� 滑 哲叔 哲叔 我是容总秀 你还记得我吗 来来来 来来 我听说一天我们家着火的时候 你看到有人进了我们家 他是不是这样 哲叔 哲叔 你别烦我了 正忙着呢 哲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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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疼 疼 你放开他 我自己跟他说行了 你在外面等我就可以了 我就在外面 有事喊我一声 哲叔 哲叔 我家里人死得不明不白的 我到上海 就是为了要追查杀害我家人的凶手 如果你有什么线索的话 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 刚刚那人是谁啊 看上去挺面熟的 你先不要管他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看到凶手了 哲叔 我看你这身衣服挺值钱的 是你爹给你留了一大笔钱 还是你到上海之后发财了你 那不重要 你继续说啊 这 这怎么能不重要呢 他们能杀你家人 不也能杀我吗 我告诉你了 那还不把我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九叔 我会很感激你的 那都是虚的 我在外面签了一大笔钱 刚才眼看就翻本了 你现在给我搅黄了 除非你给我签 要不然打死我都不说 好 那你要多少钱 两千 两千 我哪有这么多钱 没钱就算了 没钱便搭 怎么样 他非要我给他两千块 他才肯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两千块 这种人 就算你给他钱 他也不会告诉你 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要钱 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你别过来啊 我警告你啊 我跟你说啊 警修他们家的事就只有我知道 你过来我是打死也不说的 爷 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 那天晚上 确实有一队黑衣人 见着荣家 他们里面好像有一个带头的 长什么样子 好像 还没说 长得白白不静静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就 让人觉得渗了 想仔细的 把他的样子给我画出来 他说了什么 九叔 你们没有恶意的 他都拿到兴误了还没有恶意啊 阿姨别 别过来啊 别再过来了 有种你往下跳啊 叔叔 叔叔 别乱动 你现在有所有的力气 你 转转往上爬 我 我办不到 听我的 快 是 阿姨 有 来 左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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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娟 痛 痛 我以为你死掉了 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 我看你就这样掉下去 我以为你死了 你真的怕见不到我 你明映没那么容易死 真可惜他逞老脚啊 是我害死了九叔 跟你没关系 是他自己非得要跑的 九叔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莫 他今天倒是说了几句 都是一些没有来的虾书 我估计他也没看到什么 我还以为我这次终于 可以找到线索了 锦绣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 你别再追查下去了 你能够平安 开开心心地活着 才是你家人最大的遗愿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疼不疼啊 查清楚 那段时间 到底有些什么人去过镇江 是 二爷 二爷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 那个长老九说 他看见了一对黑衣人 可这件事情 您没有告诉锦绣姑娘 我怕他将来从别人嘴里听到 会对您产生误会 这件事情我不能让他越陷越深 能够在一夜之间 觅人满门却又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人 即使锦绣查清楚他是谁 也只会让他更加危险 挺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小马哥 前两天我在我们家门口捡到他 看他挺可怜的 我就养他了 小马哥 来 我今天心情不好 小马哥 你让主人陪我喝一杯 殷少 我其实今天有一点累 所以连你也不陪我 没有 那我跟你喝吧 来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以前一直都觉得是我哥错了 其实不是 但我已经意识到错了 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弥补 我 其实以前啊 我也老觉得我爹训我的时候是做错了 但后来再想一想 我连让他训我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就喝酒吧 殷少 别喝了啊 别浪我 就是慌悠仙丹嘛 真的 你不要那么难过嘛 我没难过 我难过什么呀 你开心吗 我看你这样子 怎么会开心呀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 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我什么都不想 好累啊 其实我最近 也有一些很烦恼的事情 我 我把我做了 您看 上次你让我查的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项目 我查了查 确实有问题 有一笔五万元的资金不知取向 是董事长亲自预提的 具体用在什么项目上 没有人清楚 可是以前公司 只要有五千元以上的资金用途 都会在账面上显示的 这资料你哪儿来的 财务室的安雷 是我的小表弟 他从里面偷出来的 您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这事跟我有关 我知道了 欢迎各位丽临樱花会馆的开业典礼 我们有幸请到馆长苍古和郎先生 和著名的电影明星柳霄霄小姐 为我们的庆典剪彩 谢谢 柳霄姐 请看这里 谢谢 来 来 看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对不起 这个是他们的资金转出记录 不过他们是以先进行实交易的 所以暂时查不出他们的资金流向 很好 继续查下去 怎么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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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你好 好 咱 好 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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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的是谁的诺言 有些人只能够怀念